哈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讲述恋人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的电影《最后的诗句》 在一个夏天的午后,男主阿施和朋友奔驰在绿营草地上 一次意外的回眸,阿施第一次看到了青春绽放的小萍 就此与小萍结下了一起牵手,走过缤纷年华的缘分 第二次见到小萍是在加油站里打工的时候 阿施和发小在打闹,两位学妹骑着摩托来加油 其中一位正是小萍 见到自己的女神,两人兴奋不已 沉挚地邀请了两位学妹一起参加联谊活动 小萍二人也答应了 同学们约好了去山剑游玩 男生骑摩托载着女生,路上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到了目的地后,女生席地而坐,三三两两的窃窃私语 而男生们光着膀子扎猛子般的跃到河里,见起多多浪花 看着这画面让人有种说不出的美好 而我们的男主却没有和同学们一起玩闹 带着小萍排山在山谷中 伴着青风绿叶与鸟迷,两人享受着难得的独处 岁月蹉跎而过,两人毕业后分别在异地 阿师去当兵,小萍也找到了自己的工作 两人只能通过电话倾诉自己的思念 小萍在电话里给阿师分享着自己向往的美好生活 阿师听着女朋友的小幻想 嘴角扬起了一个微妙的弧度 虽然风格异地,但他们对未来都还满怀希望 终于还有十八天,阿师就能逃脱这个牢狱 去和心里想念的人儿见面了 他一天一天地计算着时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仍有旦夕祸福 阿师父亲因生意失败欠债自杀了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这个大男孩不知所措 他歇斯吉里地对着父亲的遗体喊着他的名字 终究回天乏力 小萍知道后,怕阿师承受不了打击 不远万里赶来陪着他 终于,阿师到了退伍的时间 放弃了军营里的优待 毅然决然地跑到了女友的城市 军营的生活告一段落 出入社会的他过得并不如意 每天匆匆忙忙地上下班 幸好家里还有着爱的人等着自己 可是回到家 父亲签下的债款无人偿还 高利贷公司雇道上的人找到阿师向他讨债 但阿师认为他已经办了抛弃继承 所以这笔债自己可以不用还 并没有当回事 也没有告诉小萍 小萍却因为阿师对自己隐瞒这件事而感到气愤 两人吵了起来 阿师本着自己有礼 对道上的警告不以为然 但小萍想要解决问题 家里突然闯进人来 让小萍很没有安全感 两人因此有了矛盾 一天阿师下班回到家里 发现小萍身上都是血吓了一跳 询问后才得知是逃债的人杀死了他们养的狗 恐吓阿师让他还钱 还好小萍没事 但阿师也坐不住了 想报警却没有什么证据 而警方不予受理 好好的一对小情侣 整日担惊受怕的 小萍受不了 想向亲戚借钱还债 可是阿师拦着不让 他觉得这会让亲戚认为自己没本事 给不了小萍幸福的生活 于是称自己有办法解决 然而大话说完还没多久 就被人挟持 塞进车里带走了 讨债的人把阿师带到沙地埋了起来 只露一个头在外面 还把臭袜子塞到他嘴里侮辱他 讨债的大哥说起话来和和气气的 打起人来却心狠熟辣 打得阿师话都不敢说一句 只能瞪着黑老大 黑老大走了 把阿师一个人埋在这里 他怒吼不已 他心里一定很害怕 也恨父亲生前没有照顾自己 死后还带给自己这些痛苦 阿师受不了折磨 终究是妥协了 向小萍姑姑借钱还了一部分欠债 暂时弥补了空缺 此时的他经过一连串打击后 陷入了人生低谷 只有小萍不离不弃地陪着他 终究经过几年的奋斗 阿师彻底还清父亲的债务 烧掉了父亲当初写下的欠条 债务的事告一段落 阿师换了一份工作 成了房屋中介的一名小员工 现在的他焉不离手 颓废的如同中年大叔 生活的压力让他彻底告别了 懵懂的青春 阿师出去工作 在路上发广告的时候 意外看到了小萍 上富二代豪车的一幕 可是他并没有当场制止 当天晚上 激情到高潮的时候 小萍提出想要小孩 阿师不愿意了 小萍不懂 为什么钱都还完了 还不能要小孩 还不能结婚 阿师讽刺的说 没钱提亲 没钱养孩子 你去跟那个开跑车 宰你的男的结婚吧 满满的都是醋味 小萍解释 那个人是他的客户 两人没有什么关系 阿师却还是不依不饶 阿师提出 想要去大陆 跟学弟闯闯看 听说他在杭州 混得挺不错的 可是小萍觉得 这样只是浪费时间 意见不合 两人不欢而散 阿师在房屋中介的生意惨淡 很久都没什么进展 深受打击的他 无意间看到小萍的手机消息 有人在追小萍 这无意让阿师愤怒至极 小萍的讽刺 也让他彻底爆发了 失去理智的他 把小萍狠狠地安在桌子上 小萍哭了 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却被自己如此作践 阿师崩溃了 狠狠地抽打自己 小萍不顾危险地抱住他 让他冷静下来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我没事对不起 虽然他们还互相爱着对方 但却已经不能在一起了 阿师亲手毁了这一切 终于阿师还是决定 要去大陆发展 小萍送阿师去了机场 俩人很平静地分开了 转身的那一刻 不知道阿师是什么样的 但小萍哭了 时光飞逝 几年后 阿师在大陆也待不下去了 此时的他穷困潦倒 连回去都成了奢望 只能靠偷渡回台湾 还没有成功 被警察抓住 关进了监狱 后来还是被朋友保释 才回到了台湾 在朋友口中 阿师得知了小萍的境况 小萍和阿师分开后 跟了那个富二代 但富二代只是想玩玩他 知道他怀孕 就不管他了 小萍因此得了抑郁症 还自杀过 只是没有成功 阿师还是放心不下小萍 在照顾小萍的姑姑走了之后 悄悄地来看望小萍 两人静默无言 小萍带阿师回家后 没有多说什么 经历了生活的重重打击和磨难后 两人仿佛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 阿师找了份出租车司机的工作 每天劳累后回到家里 看着小萍做饭 和他一起吃饭 搂着他睡觉的样子 阿师觉得这一切美好 让他难以置信 睡觉的时候 阿师提出想和小萍结婚 可是并没有得到回答 晚上醒来时 阿师发现小萍不见了 四处寻找 却在浴缸看到了被鲜血染红的他 小萍自杀了 这个深深爱着阿师的女孩 不想把一个怀着别人孩子的自己 交给最爱的人 他听到了阿师的求婚后 满足地离去 但是阿师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富二代伤害了小萍 于是向黑老大买了一把枪 他想找那个抛弃了小萍 诬陷了他的富二代报仇 阿师挟持了富二代 将他带到没人的地方 愤怒的他问富二代 为什么会伤害这么好的姑娘 为什么死的不是他们两个人渣 可是富二代却告诉阿师一个让他想不到的真相 富二代已经两年没见过小萍了 因为小萍爱的人一直是阿师 阿师懵了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和小萍一起住过的地方 他选择在这个充满他和小萍回忆的地方 结束自己的生命去陪小萍 都说人死前会回忆起这一生中最美好的场景 阿师想到了和小萍在联谊活动中嬉戏打闹的时候 小萍让阿师写的诗 我孤独地在微凉的季节收拢双臂 等待午后的智阳 给予我苍凉的生命 一丁点悲悯的温柔 也许走了将不再痛苦和遗憾 醒了又是春暖花开的一天 只盼一天清晨醒来 我们都是美好的人 有着美好的人生 阳光将拥抱我们 在风中摇曳的脆弱 我将拥抱他 像拥抱一场纯真的梦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